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们来看看Bard给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聊天界面 在对话框这里也有一个上传文件的按钮 可以注意的是目前似乎只支持图片的上传 因此像PDF文件这些都是不行的 这跟Cloud2相比在文件格式的支持上就还略有不同 那我们先来简单的进行一些对话 毕竟使用的是中文 那么我比较在意在中文层面上它的支持如何 刚才呢我来尝试了一项中文 感觉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场景中 那么第一个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图片 我们就以图片为例 看看Bard是否能够识别图片 同时呢是否能够用中文很好的表达 在这里呢依然会来到onsplash这个网站 上面呢提供了大量可以免费使用的图片 我们来选一张内容相对比较丰富的图片 比如这张赛车的图片 在这里呢通过获取它的链接 我并没有选择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直接提供链接 然后呢让它分析描述这张图片 请分析描述该图片 我期望完全以中文的形式与它交互 看看是否能够很好的理解我的意图 在这里看到它介绍一辆绿色汽车 停在停车场 颜色是深绿色 停在空车位 周围没有其他汽车 停车场很暗 一些光线从顶棚照进来 是吗 好像看起来是这样的 汽车窗都惯了 里面看不到什么 增加了神秘感 看起来是不错的 它能够识别 虽然我只给它了一个链接 只要这个链接是可以访问的 我想它就能够读取到文件的内容 那我们再来尝试一张 比如这张 登山鞋的 我们同样 拷贝了以后来测试一下 请摇书 一双图布靴 坐在岩石上的照片 基本上看起来它都能够识别 这就是在图片识别上 看起来Bard还是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利用 在上一期视频中 同样使用过的一个例子 通过一张PDF的发票 来尝试让聊天机器人帮我 从中抽取 关键信息 并将这些数据整理显示出来 那我所使用的呢 就是这一份PDF 既然它不能够使用 PDF文件上传 那我就通过链接的形式 看看它是否能够同样去处理 这个文件 看看它是否能够识别到这个 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呢 它给到了发票号123456 日期23年3月8号 我好像不记得有这个数据呢 3月8号 然后 16年1月25号 这些数据显然它都没有 所以这个呢 它并没有 它说的 这个呢 是 发票中提取的数字 实际数据可能不同 因此呢 它并没有去识别到图中 PDF中的数据和文字 那我尝试让它利用 OCR的形式 或者方式吧 去识别一下 识别并提取数据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见到比较多的使用场景呢 是 嗯 它并不能够理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尝试用英文来问问看 这个尝试呢 是去探索一下在不同语言层面它是否能够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看起来是并不行的 因此呢 这一块 似乎就比 Cloud 2 要略些 差一点 嗯 不确定是否我应该用更好的方式去交互 有兴趣的同学呢 或已经做过尝试的同学呢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给我们留言 看看怎样才能让BART更好的实现我需要的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想分享的是基数据集的 在这里呢 我在Cago上面找到一个国际的足球比赛的数据集 这个比赛呢 是1872年的2023年的一个数据集 其中就包括了一系列的数据 有三份数据 一份呢 是比赛结果数据 这里可以看到 比赛结果数据 包括了比赛日期 组队 课队 组队进球 课队进球 比赛类型或名称 还有城市 国家等等 这些信息 还包括了 Shotout 这个应该是点球决胜吧 就是最后的胜 胜方是谁 然后有日期组队课队 包括了这个 射门的 得分者 这个里面还包含了 是否是乌龙球 那么这就是这个数据集 我在这里呢 通过拷贝这个链接 直接把链接给到 Bard 我希望他能够分析数据集 列出世界杯上输球场次最多的前20个球队 可以看到Bard 其实很快的就将数据集分析处理完毕 并列出了世界杯上输球场次最多的前20支球队 在这个列表当中呢 也不发一些非常有名的球队 当然了 输球多并不代表着他们的实力弱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足够多 参赛的场次足够多 那在其中输球的次数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总体而言 与Clock 2非常类似 Bard在提问的响应上也表现得不错 它的反应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相较而言呢 Chargept有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慢 那这一点倒是Bard和Clock 2的优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使用 在上一期视频中同样做过的一件事 就是将小鹏和蔚来这两家公司的 2023年一季度财报 财报数据 交给聊天机器人进行比对分析 看看他是否能够给我们做到 不错的分析 然后给到我们一些 关键数据 也帮助我们进行投资的决策 在视频 上一期视频中 对这一方面呢 Clock 2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数据的抽取和处理 分析都比较到位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点击视频上方链接 回到上一期的视频分享 看看Clock 2是怎么工作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Bard不允许我们上传PDF文件 我在这里就只能将 小鹏和蔚来的财报链接交给他 刚才我们已经试用过了 PDF发票数据的数据抽取 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那我怀疑其实在这个 这两家公司财报数据的处理上 他们应该也是不能够 很好工作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将这两链接贴在这里 告诉他这是 我们来看看他究竟能否给到一些 至少他能是否能够读取能够分析 大概率呢应该是不行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交付量 蔚来和小鹏它的数据在这里都有显示 交付量呢是小鹏25665 那我们来看看小鹏今年一季度到底是多少 在这里一季度交付应该是182302204月4季度 今年一季度呢是18230 看起来他这个数据并不是从这个PDF中得到的 不过他这个讲的倒是有模有样 所以呢这个数据呢确实不是从PDF所来 因此看得出来Bard在PDF的处理上还略显不足 那么这一块上Cloud2要表现得更好一些 那这一块呢就是关于PDF了 因此呢大家如果有PDF的处理 可能在选择工具的时候呢 对于Cloud2还是甚至ChatGPT还是Bard 那你就自己要做一些评估 那另外有一点是比较有趣的呢 毕竟Bard是Google的产品 那么它与Google的产品关联 或者是集成上就会更友好一些 在这里虽然数据有不真实的一方面 那么它还是提供了导出功能 像特别像这种表格数据 它可以导出到谷歌的表格Sheet 在这里呢它可以为我们创造表格 如果我们打开它 大家就可以在自己的文档当中看到这个数据 因此呢如果在聊天过程中构建了一些数据集 也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导入到我们的谷歌表格表单 那在其他的一些聊天中呢 我们还可以将这个分享到谷歌文档 还可以发送到Gmail作为草稿 那这也是相对来讲更加友好的一方面 对于数据的分享上会更加的有更多的方式 好吧 关于这个聊天工具呢 我想分享也到这里 随着我们用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些AI的聊天机器人 其实在功能层面上都大通小异 绝大多数呢还是基于文本的文字方面的处理 因此呢在实用上究竟是选用XGBT还是Cloud2还是BART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评估和选择 后两者Cloud2和BART最大好处就是他们是免费的 但是呢他们对用户的区域地理区域上是会有一些限制 这个可能会带一些不便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抛砖引语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尝试BART 那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如果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问答形式的 想要寻找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啊 或者是得到一些文字上的处理 我觉得这些工具完全都是可以胜任的 没有任何的差异 那既然有免费的 我想是不是大家也可以选择优先使用这些免费的聊天机器人 好吧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后面来看看会有哪些更优秀的 更新的AI的聊天机器人 会出现来帮助到我们 那咱们就下次再见 好同学们 拜拜